好 看完了生死端语之后 咱们来看个课文部分 那首先呢 把四十课题目再看一看 它叫Lesson 40 Who is who 谁是谁 就是真假难辨 那首先为什么出现 Who is who 这么一个怪异的表达呢 其实这个表达本身就是个习语 就类似于中文中说的谁是谁 什么意思呢 了解某人的名字啊 植物啊 等等等等 就到了工厂里边慢慢慢慢 我们就知道谁是谁了 这个老张是厂长 老王呢 是工人 小李儿呢 是秘书 了解这个谁是谁 就了解某人的名字或职务 这个搭配固定用法叫Who is who 本来是这个意思 咱们也看一个简单例子 You soon get to know who is who in the company 你可能刚刚到了一个新的公司里边 比较生疏 比较局促 但一个同事跟你说 没关系 慢慢慢慢你慢慢就会知道 这公司里都谁是谁了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他是干嘛的 知道谁是谁了 这个叫Who is who 这个who is who这个东西啊 也是英国每年一度会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 就是名人录 其实介绍这些人都是谁 他叫什么名字 他是究竟干嘛呢 为什么出名 这叫名人录 你比如说这个2015版本的who is who 每年会出版一本叫名人录 是这么来说 有趣的是后来美国呢 也应这个景儿 也跟他布了他的后尘 有美国版本的who is who 原来是在英国有 你看现在美国也有这个who is who in America 也是2015年的 这美国版本的who is who 美国的名人录 就介绍这新的一年中 哪些人物在这国家里面比较出名 他叫什么名字 是干什么的 这是who is who 跟他类似的还有一个搭配 叫which is which 这个不翻译成谁是谁了 他当然也能翻译成谁是谁 但是他并不是强调某人的名字 或者是职务 而是把两个人分开 我到底分开谁是谁 谁是小张 谁是小玩 哪个是小玩 哪个是小张 分清楚谁是谁 不要把两个人搞混了 这个时候我们用which is which 而不是了解他的名字之物 咱们这么说太抽象 看个例子吧 the twins are so alike 那他can't tell which is which 这个搭配是对的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双胞胎实在长得是太像了 我几乎分辨不出来谁是谁了 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 那个眉毛那个脸 那个鼻子那个眼 连头发都一边多 分不开谁是谁 这个时候用which is which 表示把两个人分开 不要搞混淆 你看跟他类似的 还有一些 我们不妨再看一看 你看在这个 gone with the wind 就是pill 这部电影中 有这么一句话 咱们看一看 其实也是这部 同名小说里的这么一个句子了 是怎么说呢 when scarlet returned to the farm the old maidservant began to tell her who married whom who had what children and so on 你看这确实跟本文中 一句同古之妙 when scarlet 就是斯嘉丽这个人 当斯嘉丽返回了农场之后 这位老的女仆人 老女佣人 这个女仆人 女佣人 made servant 咱们在前面36个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咱们说过 那么他就告诉 都告诉斯嘉丽了 谁娶了谁 嫁给了谁 谁和谁 生了哪个孩子 等等等等 who married whom who had what children 这大腿有一句同屋之妙 咱们顺便给同时看一看 好 本文中 这个题目 who's who 咱们就看到这 咱们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university students seem to enjoy practical jokes more than anyone else 就谁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这个大学生 比其他人看似 都更喜欢恶作剧 这个我们先看看 这个语法程度的分析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这是句子的主句结构 其中的主语 it依然是一个形式主语 所以这个事情 从来也没有被解释过 哪个事情呢 这个why引导的是主语从句 黄颜色的 从why开始 一直到句末 是主语从句 然后呢 是主语从句里面说 为什么什么 大学生看似 更喜欢恶作剧 more than anyone else 后面的than anyone else 可以看这个比较壮语 比其他任何人 都更喜欢恶作剧 这是一个形式主语 后面加主语从句 这么一个常见的结构 但是在中文中呢 咱们一般有人称主语 因为一般翻译成 谁也无法解释 没有人能够解释 谁也无法解释 因为中文中喜欢人称主语 而中文中喜欢主动结构 那么换成人称 谁也无法解释 就好了 但是要注意这个结构 我们很多同学呢 可能会写成这么一个结构 谁也不能解释 nobody can explain why 可能会这么写 这么写严格来说 也不算什么大错 但是问题是呢 这重心就不好了 重心偏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本文中这个人呢 并不是重点 这个事情本身是重点 你看本文中被动的话 第一个把这个it 这个事情 是放到剧手了吧 这个是 然后究竟是什么 放到剧末 李老师说过 一个句子里面 剧手和剧末 往往是重点的地方 所以用本文中这个倒装 用本文中这个被动呢 它更重点突出主词分明 就咱们不要一说什么 人就马上想到死即白了 用人称主语 老外不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人不重要的话 往往人就不必出现了 你看本文中这么说 就更漂亮一些 我们记住 以后说 谁也无法解释 干脆我们直接背起来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这里用完成式是强调 一直到现在都如是 到现在还是没人能解释 过去对现在有影响 用完成式好一些 咱们造个句子 谁也无法解释 玛雅文明 为什么会突然从地球人消失 这个玛雅文明叫Maya 就好了 文明咱们在第三课讲 我就叫Civilization 这个突然消失 咱们有个动词叫Vanish 就一下子消失了 无影无踪了 突然就没了 字母V出现 是上牙处下 我们大声读一下 Vanish Vanish 谁也无法解释 咱们套用一下 咱们背一遍 看看该怎么说 把这句型先写出来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我们写进去呗 Maya civilization vanished from the earth 就好了 谁也无法解释 这个句型特别漂亮 咱们以后就用不着 非能够Nobody 或No one 这种人称主义了 好 这是谁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句子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my civilization vanished from the earth 为何突然从地球消失 那么 这是表示 谁也无法解释 这么一个表达 那如果说我呢 有的时候咱们说 我无法理解 我无法解释 为什么 这个同学们本能的会这么写 I can understand I can explain why 无法解释 我无法理解 上来又倾向于人称主 I 这帮忙又有点 chenglish的嫌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里 我并不是一个重点 好像啊 咱们看可以怎么说呢 参考一下 咱们192页的第14行 192页的第14行 就是在未来41课里面 咱们有这么一句话 咱们看看是怎么说的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four-hour journey each d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country is beyond me 前面why是主意从句 为什么人们be prepared to do 咱们讲是乐意愿意 不是准备好 是乐意 为什么人们愿意忍受 每天四小时的路程 就是为了那种 所谓的能住在农村的 这种可疑的 靠不住的好处 这我简直无法理解 它用的是 is beyond me 这个固定搭配就 why 什么什么 is beyond me 这个结构也非常漂亮 如果这个句子 相邻的都是主句开头 而且都是人成主意开头 中间换成从句开头 用事物做主意做开头 马上句子就赋予变化了 所以句子呢 有时候无所谓好或坏的 看是什么语境 如果上线文都是 人做主意的话 这个句子在中间就特别漂亮 写作中就更多一个变化 尤其相邻的句子 就是主句开头 我们换成从句开头 对吧 那么这个句式提炼出来 就why is beyond me 叫我无法理解什么什么 这个句子也非常漂亮 咱们也类似造个句子 我无法理解 Jane为什么愿意 嫁给这样一个蓝汉 她为什么不嫁给我呢 这么漂亮的女孩 多可惜呀 Jane愿意 咱们还用be prepared to do 蓝汉叫lazy bones 蓝骨头 大家注意这个词 单付出同行 unlazy bones too lazy bones 一个人也不能说unlazy bone 他不可能一根大骨头 都是单付同行 都是下s 咱们看该怎么说 为什么 先说为什么 珍妮愿意嫁给这个蓝汉 这已经发生过了 对吧 why Jane was prepared to marry such lazy bones is beyond me 如果这个句子 相邻的句子 都是人称主义开头 都是主句开头 这句话换成物称 用事物做主义开头 从句开头 马上就更富于变化 容易冲高分 这是 我无法理解 可以这么来说 但是我们进一步来看 进一步来看 我说我无法理解 还有另外一个表达 咱们看过的再写 听过再说 咱们看一看 在192页的最后一句话 192页最后一句话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why 这里又换成了用 形式主义了 所以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呢 一直都是一个谜 什么事呢 就为什么会这样 对我来说 一直是个谜 其实也是表示 我无法理解 我无法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本文中说 为什么城市人 city dealers 他们欣赏享受的 所有这些好的东西 却偏偏要假装 他们更愿意住在农村 这简直我搞不懂 搞不明白 这个结构叫 It has never been a mystery to me why 叫我简直无法理解 但这里面 他把我藏在中间了 这个句子又更富于变化 咱们可以把它背起来之后 类似可以造几个句子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why 比如说 我一直搞不懂 John为什么偏要假装 喜欢古典乐 这个偏要假装 在刚才句子中出现一个 obstinely pretend 这个obstinely 我们在41课 生词中会讲到 这个词表示固执的倔强 pretend当然是假装了 固执的要假装 就偏要假装呗 古典乐 咱们在第三课 生词中讲过 叫classical music 注意 如果去掉al classic 那是经典的 第一流的最棒的 但classical 表示音乐 古典拍的 我简直搞不明白 就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 一直到现在 都是个谜 还是完成式的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我们背一遍 怎么说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Why 约翰 John偏要假装 obstinely pretends that 他更喜欢 He would prefer classical music 因为完成式还强调到 我到现在都不懂 再回顾一下 It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y to me Why John obstinately pretends 在这儿 就是一般的情况了 天天是这样吗 是人的特征 因为一般现在是了 怎么样呢 Would prefer 就是更喜欢 He would prefer classical music 他更喜欢古典乐 我简直是搞不懂啊 搞不明白 有了这些五星级的一些剧情 咱们这个生活中 写下来就轻松多了 而且记住我们说了 既单词不如既搭配 既搭配不如既一些剧情 既剧情之后 咱写句子就更快了 而且保证地道 这个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也是个固定用法 不光是在写作中 有时候呢 口语对话也会遇到 比如说咱们看一道听力题 咱们这个女的暗示是什么 咱们再听一遍 同时看看学哪一个 Question number 30 I was shocked when I heard you'd finished your research project a whole month early How I managed to do it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How I managed to do it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 对我来说也是个谜 咱们看一个选哪一个 好 正确答案是不是应该选择 A选项 She's not sure how she was able to finish so early 她也不敢肯定 她如何就这么早就完成了 选A是正确的 把原文再看一下 听了原文再听 看原文再听一遍 Question number 30 I was shocked when I heard you'd finished your research project a whole month early How I managed to do it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 这个对话第一个男人说 I was shocked when I heard you'd finished your research project a whole month early 我听说你整整提前一个月做完了你的研究项目 简直我大吃已经吓了一跳 怎么这么快呢 第二个女孩很谦虚 How I managed to do it is still a mystery to me 我是如何做到的 我自己其实也搞不清楚 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快就完成了 这女人什么意思呢 当然答案是 She's not sure how she was able to finish so early 她也不知道她如何这么快就完成了 Be a mystery to somebody 这考试也是重点的一个结果 好 咱们这个致电看到这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 还是表示大家对的东西搞不清楚搞不明白 有一个这么一个表达叫 人们对某个事情现在有争议 人们对某个事情现在尚有争议 跟这表达类似 人们对某事尚有争议 大家同学可能自己会写成 People still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weather什么什么 人们对是否是这样 可能有不同观点是有争议的 这个表达也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可能总觉得不够地道 这是又有点Chinese味道了 因为我们有地道搭配的话 那就更好了 咱们看有个非常文奇的用法 在新概念四册第37课 这个就是衰老的过程这个书 四册37课里面有这么一个句子 咱们看一看 Whether the whole universe does so is a mood point at present 是否整个宇宙也会这样 至今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人们对此尚有争议 大家没有定论 Whether引导一个逐语从具 和我们家系动词 和我们家表语 表语是名词段语 a mood point a mood point是个书面 也叫悬而未决的问题 有争议的问题 就是是否是这样 人们对目前尚有争议 咱们以后把这个结构把它记住 就Whether is a mood point at present 是否会怎么样 目前大家尚有争议 你看这个结构也可以拿过来就用 我们造个句子吧 人们对是否建造更多的公路 能够减少交通堵塞 尚有争议 人们就不用出现了嘛 对吧 我们说说看看怎么说 是否Whether 建造更多路 Building more roads 能够减少 Reduces Traffic congestion Is a mood point at present 非常文奇的答配就出来了 所以咱们精读啊 不光要把文章看懂了 精读是要也照着会写 咱们呢 把这些黄颜色的骨架结构句 是把它提炼出来之后 咱们的生活中拿来就可以用 Whether building more roads Reduces traffic congestion Traffic congestion 是交通堵塞 有的时候交通堵塞 发生那种果酱的那个词 那叫traffic jam J-A-M 当然也行 但traffic jam呢 这个jam这个词 表示堵塞是可数名词 所以交通堵塞一般用复数 traffic jams 但是这个congestion 这个词抽象词不可数的 所以traffic congestion 这不能介绍 所以一个可数 但是这是不可数的 但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 好 这个句子特别重要 我们可能不能把它复述一遍 谁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大学生 看似seem to do 比其他人更喜欢恶作剧 恶作剧咱们见过了 叫practical joke 此过中见过 再次出现 我们看能不能复述一遍 谁也不能解释 为什么大学生 比其他任何人 看似都更喜欢恶作剧 咱们从头来一遍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university students 然后呢 seem to enjoy practical jokes more than anyone else 好 咱们稍微快点 联关起来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university students seem to enjoy practical jokes more than anyone else 算个句子呗 谁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住在地中海地区的人 看似比任何人都更爱吃章鱼 在英语中得说 比任何别的人了 英语中逻辑更严密 章鱼叫octopus 咱们二十三个见过 另外地中海呢 叫mediterranean live in the mediterranean 就地中海地区了 谁也无法解释 咱们用本文的句子 该怎么说 再来一遍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里面好写了 people who live in the mediterranean 看似 seem to enjoy 一请吃章鱼嘛 octopus more than anyone else 非常轻松 这个句子就出来了 而且保证地道 再回顾一下 it has never been explained why people who live in the mediterranean 定义中军 住在定书海地区 看似seem to enjoy enjoy doing something 不是喜欢章鱼 是喜欢吃章鱼 eating octopus more than anyone else 比其他任何别的人 都更喜欢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天生就爱吃的东西 好了 这是我们第四课 重要的第一句话 这里面好多重点剧情 老师同时讲了 希望大家一定 把它好好复习 第一句话 我们看到这 我们下车上 再看下车上